如何知道自己的服侍是蒙主悅纳的 那我分前中后 服侍之前 问问自己的动机 为了什么而服侍 是爱于面子 还是爱于人前 还是出于主爱你 愿意心甘情愿感动 为主而做 第二 服侍前问问自己有没有护照 是你自己想做 还是神感动你做 那护照说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们可以以后找专题 或者有时间再讨论 这个护照也是可以比如说 有没有教会或者团体的确认 举个例子 我以前说我就是要去私班 结果最后面团体给我的确认 就是说你都不要来私班了 那我想这就 就是处于护照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服侍以后 问自己的心中有没有服侍的喜乐 你或许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付出金钱 甚至可能被误会被伤害 也没看到什么果效 果效可能甚至也不是你想的 但是你心中有没有喜乐 第三呢 那至于果效忠不重要 果效不能说是一定要有 或者一定要没有 不过可以参考 你服侍的果效 有没有造就到别人 还是只是你自以为 你想要那么做 结果伤害了很多人 我想这个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反省 这是第一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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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